继通用汽车福特汽车之后 接下来又有一个要套用 Tesla的充电桩了 等于说正式打入在欧盟的国家 这是Volvo Volvo正式的宣布 2025年之后 未来他们的快充充电桩 都要使用Tesla的 所以接下来Tesla的充电桩 到底有没有机会再度掀起 概念股的一波长多行情 郑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 哇Volvo很重要 因为过去不管是通用或福特 都是美国阵营的 再接下来欧洲由Volvo进入 接下来盖宁股你会怎么走呢 我想特斯拉当然充电桩 现在在北美的规格 大家就想跟他一起 现在要准备要打入欧洲 但是全世界还是很大 不是只有特斯拉 很多的品牌都会慢慢出来 你开了车就不用特斯拉了 德国品牌现在都没有 好了我们先回来 为什么大家都要建 所谓的充电桩充电站 因为电动车是一个趋势 你看Digitime估计2021年到2025年 电动车年均负荷成长率就42.5% 非常高 一个产业可以42.5% 负荷成长率非常的高 那也因为这样呢 充电的问题就要出现了 越来越多充电问题就出现了 国际能源署就IEA的部分 它预估充电桩的建置量 从2023年今年到2025年年负荷成长率也40% 非常高 所以美国不是也在政府也要推行吗 政府的而已喔 还有民间的 所以大家都来盖 那预估呢 今年大概1130万支 明年1590万支 后年2230万支 后年就翻倍了喔 对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速度会更快 但是用现在的模式去估 那中国还是最大的市场 因为它建的比较快吧 电动车销量也比较多 但是美国政策的支持呢 美国成长力道是最近最强的 所以整个来看的话 现在就大家聚焦在特斯拉身上 因为它在北美 那么多的是福特通用 这些都要用你的充电的规格 都利用你的 以后我的发展的电动车 就跟你可以合在一起 我又不用再另外再发展 那特斯拉当然就算翻了 而且呢开枪辟毒打到欧洲去了 刚刚刚刚刚刚刚讲的Vovo Vovo的部分呢 也开始加入阵营 所以我会觉得从特斯拉的一个表态来看的话 一个动作它让它很大 那其他的阵营呢 也会继续的加温 我觉得日系车德系德国车应该不会加入啦 为什么 他们自成一格啊 德国日本车 这个一直都很骄傲 德国车日本车他们自己都很骄傲 我才是真正做车的 怎么会被一个电动车给超越了 对所以呢 未来可能他们自己发 德国可能自己一套系统 中国可能也自己一套系统 日本还是有 但是呢 美国或者欧洲部分厂商 可能用特斯拉没有错 但是呢 到当地去不见得 或可能在美国可能有 所以呢 这可能还要再去观察一下 不过不管如何 充电桩的趋势是存在的 而且它是相辅相成的 充电桩多了 电动车的人开的人就多了 电动车的人开的人多了 充电桩就必须更多 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趋势 当然呢 我们国内有很多 当然各个品牌都有 今天我有看到消息 哇 这事要这样 会不会打击啊 到台达店 是 会吗 我可以跟大家讲 台达店各个品牌都可以通通 所以还左右逢源 对 我跟你说台达店 早就很早就切入这一块了 所以呢 它的一个技术各方面呢 我觉得还是一个 领头羊的一个指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我相关的股票里面 我没有全部都带了 因为太多了 我举了一些产品 还有个股给大家做参考 首先在充电桩里面 有台达店 首选还是台达店 光宝科还有飞鸿 对不对 然后呢 线材里面 帽连KY 这跟特斯拉 太有密切的关系了 那充电箱里面的信邦 我们先看完股票 在下一页里面呢 在下一页里面呢 营运站管理 是充电站 很多车厂自己也在用充电站 玉龙核泰车也有 还有中芯电 中芯电台湾国内很多标案 都拿到了嘛 所以呢 除了除了除能概念 电网概念之外 它也有充电桩的概念 充电站的概念 难怪股价会不断的 不断的在创高 那还有一个 你去充电 支付系统 还在塞钱吗 还在人工付钱 没有嘛 现在都用 一定用逼的嘛 支付系统 联宇 红宝 这些最近也在反映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们回到第一页来看 这是第一季的EPS 这是五月份的营收 基本上你有没有看到 很多都双成涨的 包括下一页也一样 很多都双成涨里面 不仅双成涨 中芯电人家会涨 不是没有道理 这个都符合我的标准 双成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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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 基本上就是因为 我的趋势 原本的产品之外 又加了这个东西进来 它成长性就越来越强 所以我想回到个股来看 台达电我说过 它是指标 台达电当然它是一个 大型股票 它前一段时间飙涨过了 最近很多人 其实在飙的过程当中 大家都在等这个 知道它是一家好公司 知道是一档好股票 但是就是好贵 价格好高 现在拉回来了 空手的人怎么找时间卡 好的 我想涨了这么一段 其实下来以后呢 你有没有看到我们轻掉 它最近都没有在破底了 它最近都没有在破底了 底部又越电越高 但是上面还是有压力 所以这惯性等它改变 惯性等它改变 一旦改变之后 这个突破之后呢 它就可以再走一波 如果没有的话 最好 月线不要跌破 这边打跌过程当中 你喜欢它 你就开始慢慢接了 但是万一月线破了 你可能要减码 因为月线是这一波 上来的很重要观察点 它不能破 破的话可能压力就比较大 可能就是应该就在月线这边 因为这边就回到平台嘛 大概就这个区间整理 一个区间整理 上上下下 所以在月线之上呢 这边可以开始布局 好 所以多空分水岭在月线 到底要爆还是要跑 也在月线看月线 第二档光宝科 光宝科也是这样 跟台达电同一时间往上拉伸了 但是最近它稍微有点强 K线是红的 没有那么弱一点点 不过呢 一样它可能这边黑K棒 这边压力又比较大 上去能不能过关 可能要观察一下 这里的数量的黑K棒 压力比较大一点 所以它可能先用反弹的角度 去看待它 是 OK 光宝科 现在还飞红 飞红也一样 股价呢 最近是法人的筹码掉了 不过它走势是比较弱 没有错 因为它以前是先涨的 它下最级 主要的既望就是在北美 美洲美国这个市场 如果说营收开始起来 开始贡献的话 我觉得经过了整理之后 沉淀之后应该有机会 好了我们看一下 既然下来对不对 季线在这里 它应该在季线附近先打底 底型有出来之后呢 慢慢的往上攻 到时候再来做一个加码动作 现在来看的话 我觉得可以低接啦 季线破就是做一个多空的分水力 没有破的话你就用低接膜 等到法人的筹码回来 应该有机会反弹 那钱高在这里 就看业绩出不出得来 如果出得来的话 它应该就有机会攻上去 OK 这是飞红 接下来TESDA第一代始祖的概念 股帽连 它就是没涨到嘛 你有没有看到 均线纠结在这边 我开始出量上去了 但是它股性是真的很闷 一直时间看很长 我们看久一点 看久一点 时间再久一点 再久一点 这个底型打了很久 锦线在这边 如果你去抓等幅差距呢 其实快到满足了 所以钱高这边就会有压力 最近往上攻的 抖度比较强一点 那钱高如果碰到的话 攻不上去 或者说爆大量的 你可能就先调节 那如果说你想切入 就沿着五日线操作就可以了 OK 好 接下来连接器的信邦 信邦这也是好公司啊 姿太高啊 慢慢跟着掌放大来看 这一段就好 我们看这样 好 OK 那我觉得啦 它应该就是一个压力区 一个平行轨道 上升的平行轨道一个操作 所以来来回做 快碰到了 可能就卖一趟 压回来 大概就月线的位置点 不破的话 你就低接就好 这家是一个非常稳健 非常好的公司 各方面连接限期很多块都有 你说汽车电子还有没有也有 所以一直在这一块升根 所以所谓的技术面 还有品质方面也都不错 所以股价来看的话 有低就可以接 但是股性真的不好 股性真的不好 所以不能去追高 除了中线电之外来看到玉龙 玉龙的部分还有核泰车 前一段时间涨过了 其实国内的汽车销售还不错 5月份的数字还不错 6月我觉得应该也不太差 但是股价之间都反应过 所谓反应所谓的电动车 各方面都好 但是股价都跌下了 我觉得短期间量也不见了 他可能虽然有这个题材 需要一点时间整理 我们要观察一下 就是说他的商城轨道来到了 过去这边都是一个买点 现在这一次买点 但是你有出量 你有出量 所以只欠东风 亮就东风 所以亮而出来 这边位置也达到了 只要亮出来就有机会往上攻 OK好 所以玉龙现在等亮 同样汽车厂商 和泰车 和泰车的部分 他就稍微自带高一点点 他之前也是带领这一波 你们看这几乎90度 对 好啊 那么高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他现在整理了 这边整理 如果能够突破才有机会 不过我说实在北比有点高了 这边可能就是曲线操作 万一这边跌破 你可能就要先离开一趟 OK好 何泰车 接下来连雨 连雨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量不是那么稳定 一下多一下空 而且股仙也是闷的 我会记住 打低下来可以接 但是就是一个曲线操作 这边可以接机械不破 上面压力碰到了 可能就调节一趟 就这样来回做就好 因为它不是一个重点 重点说这一块要动 应该看红宝 红宝 来看看红宝 现在长什么样子 红宝 前一段时间拉很凶 修正过了没 对 修正过了没有说 量也说的差不多 但是呢 我觉得这里啦 不能破啦 破的话要小心 而且我请大家看 主力的色彩蛮浓厚的 券商的进出 你可能要盯着看 如果说券商进出 都是主力进来的话 你可能就自己做短一点 万一主力的筹码 都跑掉的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谢谢再联络吧 是了解 业绩很好 业绩确实很好 但是要小心一点 了解 好谢谢建成老师 请回座这个题材 充电中的概念股 其实不时在轮 这一次 曾老师是有机之谈 找一些些营收表现不错 而且是最好是双成长的 指标股操作策略 提供给您做参考了 不过说到了第三季 下个礼拜七月份开始 投信结账卖压 是不是已经稍稍告个段落 重点是新的一轮开始 谁是投信的新欢 谁结完账 可能投信就气痒了 如果您还在车上怎么办 休息一下 明汉告诉您 就在车上怎么办 这会有的一车 就会发现一下 我会有一个小时的 小时的一车 把刀的车 再加一个小时的 一车 抢